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 这些企业纷纷入场进博会 展现出他们看好中国潜力 拥抱中国市场的姿态 与决心 证明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 我想强调的是 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 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别国家一再滥用国家力量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对华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 强推 脱钩锻炼 这不仅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也将割裂全球市场 损害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 这种自私自利的脅迫行径 实际上是将全人类的扶植 捆绑在各别国家的反华战车上 不得人心 终将害解 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多种形式 保持经常性联系 中方重视美方提出两国元首 在巴厘岛举行会晤的建议 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 中方对美国政策立场是一贯的 很明确的 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实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同时坚定地捍卫自身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 美方应该做的 是停止虚化 掏空 歪曲 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 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和一个中国原则上来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意识形态化 以实际行动 维护市场经济规则 和国际贸易体系 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 不是非此即彼 中国一贯主张 发展不针对第三方的 包容性伙伴关系 反对 逼迫别国选边站队 中方始终按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主张推动 构建新时期 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美方应同中方 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 重返 健康稳定发展的 正确轨道 中国共产党 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将 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 碳中和 积极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这彰显了 中国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坚定决心 我们希望 发达国家 尽快兑现 一千亿美元的承诺 并提出 适应资金 翻倍路线图 增进南北互信 和行动合力 此举标志着 所谓 萨台自贸协定 彻底废除 中方高度赞赏 萨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做出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 利益的决断 这再次彰显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大义 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 今天 中国和萨尔瓦多 共同宣布 双方愿尽早启动 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相关进程 并为尽快完成该进程 而共同努力 此起充分表明 两国深化双边关系 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 共同意愿 近日 又已经要从小国 集中集论坛发布 世界开放报告2022 家方有关涉华言论 违背事实 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及向家方提出严正交涉 制定所谓印太战略 是家方自己的事 但不管 家方提出什么样的地区战略 宗旨都应该是互利共赢 而不是零和博弈 暴守 冷战零和思维 挑动集团政治 和阵营对抗的做法 不得人心 也不会得逞 第三 国与国关系 只能建立在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础之上 中加关系也不例外 台湾 新疆 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他国 指手画脚 当前 中加关系 正处在十字路口 两国关系 何去何从 关键在于家方 能否回归 理性 务实轨道 客观 公正地 看待中国